于此国中立体浮雕艺术墙在南投县政府 公所165万金被补助之下 经过一年的时间兴建完成 这座富含在地特色 还有教育意义的大型校园建筑 日前特别举办揭幕启用仪式 非常感谢县长还有我们张董事长 还有我们县议员 还有我们非常关心我们的一个地方的人士 因为你们这座立体浮雕的艺术墙 才能够在此处立 那我想地主也跟这边的话 跟大家做一个感谢 那这面墙的话 它是由我们于此乡公所 就是我们刘乡长他们所来发包的 那可能对我们于此国中来讲 意义特别深重 县议员谢明博表示 原先的墙面在经过澄清后 也获得经费来改善 相信未来能够提升于此国中的门面 尤其我们这一片地域级工程 在我跟张前主席 跟县长报告之后 在很短的期间之内 就能够建设美轮美奂 要不然这一片墙 有个垃圾有个卡锡 真的是一个门面啊 见不得人 是我的母校 就跟县长报告 一口答应 一口答应 而且附加这么好的 这么美轮美奂的景色 今天我们于此国中 这个进大门之后 就不同往昔 先议员王秋淑感谢县府与公所的用心 花费将近200多万的经费来改善墙面问题 相信未来进入于是国中 看见正面玉树墙 别有一方风味 今天以这个圆环 这个浮雕 听说也是要265万的经费 非常感谢 非常我们感谢我们的校长 对我们的县长 对我们地方的建设的支持 在此也要祝福 今天的大会能够圆满成功 原心墙面在经过改善后 不但具有再利特色 也具有教育意义 议员们感谢相关单位的用心 也欢迎民众可以到于是国中走一走 记者邱平易于是采访报道